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贸情势分析 经贸情势分析第十七讲 欧洲经济分析 今天我们仍然邀请到 远东国际商业银行 林大庸副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贸情势分析 我想影响二零一零年 全球经济最大的事件就是 欧元危机跟欧债危机 欧元危机跟欧债危机 就好像魔鬼般 一直缠绕着整个全球的经济 全球的股市为了他担心受罢 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有些人说干脆就把欧洲五国 退出欧元区 把坠落的退出 又有人讲那干脆把最强的德国 退出欧元区 那么本讲次呢 我们就来跟同学分享 欧洲的经济情势 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本讲次的这个教学目标 一欧元危机 一欧元危机 二欧债危机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说有欧元危机和欧债危机 事实上一般来讲应该是欧元危机 而不是在讲欧债危机 因为他欧债连加减所以变成债务 事实上这整个的起因就是因为欧元这个创新 运作出了问题 有人家说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创新 金融创新 伟大不伟大我也不晓得 因为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大实验 对 有没有伟大要等以后的发展 能够决定 说不定没有伟大 很惨的不一定 有可能也会崩解 就现在就看德国和法国 最大的股份 德国占30% 法国占21% 那一般有一个市场的现象 这市场的现象就很简单 就像如果一个公司了 他经理的不散 那快要倒闭了 对 他所发行的公司债 已经华人运金 利率很高 对不对 利率高也不低 他为了要吸引人家来买他的公司债 利率一定要用高的利率来吸引人家 对对对 才会买你的公司债 对对 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股票的价格 跌到谷底 跌到谷底 对对 甚至 大家不要他 甚至还会暂停买卖 对对 大家说 对对 员工也是一样 要赶快逃离这个公司了 对对 因为这艘船即将沉底 对对 沉到海底去 对对对 可是有一个例外 对对对 这个例外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主题 欧元区里面 有一个国家叫希腊 对对 这个希腊是在欧元大展美里面的 一个顽固子地 那为什么这来讲 我们开始要来分析了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例外 它就好比 希腊就好比一个公司一样 那金银也不散 欠人家那么多钱 国债那么多 对对对 可是它竟然市场利率 还是在 还3.5% 3.5% 对对对对 而且它的这个币值 还没有奔底 还是一样 因为它用欧元 所以还是一比 还是一比 1.4% 1.4% 1.4% 对对对 一块欧元兑1.4%的美金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奇异的现象 这就是因为它背后 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力量 对 让它 一天啊 对对对 它也感受不到 我劝人家那么多钱 快要债务快要到齐了 对对 我不能还怎么办 应该很紧张 对对对 可是在这个国家感受不到 对对 只有一些零星的抗争作 失业率太高了 对对对 这不行 其他人一切活的都还是 那种轻松愉快的那种生活 还是购置的这样的生活 对对对 很奇怪 公务员也没有减薪 没有减薪 对对对 减薪那还得了 对对对 还没过惯了这样的生活 因为它外面就是 一个欧元的大宅免在保护它 对对对 我们要来谈一谈 那欧元真的是一个 表不起的金融创新吗 对对对 我刚才说 伟大不伟大是以后才能够想 对对对 请林老师您来这个说明一下 好 那么欧元是人类货币史上 最伟大的金融创新 刚刚邱老师有说过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那不只是创新 因为它把不同文化 对对对 不同政治背景 对对对 不同经济情况的国家 对对 集合起来 对对 欧元的历史 它是从1999年1月1日 从这一天起 欧元就像成吉斯安大地一样 统治了整个大半个欧洲大陆 欧元区从一开始的12个会员国 到目前有17个会员国 今年1月1号斯洛法 加入了这个欧元区 其先那12个会员国 对对对 欧洲共同市场 对 有4个没有用 这希腊其中一个 对对 可是最后希腊在两年后 2001就开始使用欧元 我当时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希腊是蓝欧的一个国家 蓝欧是比较 经济比较不好的国家 比较比较差的 对 那你这个用的希腊币 是弱势货币 对对对 你弱势货币的国家 竟然能够去用强势货币 强势货币 对对对 这不得了 对这个对经济 这个对经济 而且欧元还要使用 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要 要经济相当 对对 经济情况相当才可以 对对对 可是它竟然差那么多可以用 对对 我就觉得这以后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发生很大 那时候是英国没有用 对 丹麦没有用 对 没有用 还有希腊没有用 对对 那最后希腊来 加进来 对对 就是原来的共同市场 EC里面 对 就有九个国家用 对对 九个国家用 所以现在欧元是3.3亿人的一个 法定的货币 比美国还五 那这个 它也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货币 不是美元 是欧元 我们看全球有八千五百亿的欧元 在市场上流通 但是美金只有六千五百亿美元 它比欧元的使用量比美元还要多 但是欧元真正最重要的意义 是它是一个同整型区域型的货币 这是一个惊人的创新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创新呢 因为它给欧洲的人民 还有国家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因为欧洲的人不用再担心什么 货币的损失 还有波动的成本 还有让欧洲很多 因为欧洲彼此的猫一样 欧洲的财务长不要整天在烦恼说 我这个币值的升扁 或这个货币损失 他就不用担心损益表上的货对损益 也降低这个财务长的一个压力 而且也让欧洲旅游的观光客带来一些便利 不用使用说一会儿要换什么币 这个是欧元带来的一个 曾经到捷克 奥地利 就不一样 用的币值就不一样 对对对 很麻烦 虽然胸牙利也没有用欧元 之后奥地利用欧元 这很非常不方便 对对对对 所以为了创造这些便利性跟降低的 这个汇率成本 所有的欧元国家付出很大的努力 把这些文化还有经济能力 还有产业背景不同的 这个国家的货币 全部统整起来 我们来算 如果从这个当初 最早讲最似货币理论的 这个经济学者 这个什么 这个孟大人 孟大人 对 他从1961年开始提出 这个欧元这个货币的概念 经过了38年的努力 期间经过多少的 这个磨合跟整合 才慢慢建立起什么 欧洲联盟 还有欧洲中央银行 之后欧元呢 才千夫万换的一个突然 正式诞生 他赞成 对对对 他赞成 但是也有反对 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的得奖族 对对 可是另外一派 菲利班 他就反对了 对对 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 对对 他就彻底反对这个 不同文化不同经济背景 对对 不同政治背景的 对对对 国家竟然能够使用 同样一种货币 对对对 这是天荒夜谈 对对对 果真现在慢慢在验证 对对对 菲利班当初的 对菲利班的 的想法 的想法是慢慢实现了 慢慢实现了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欧元确实是得来不易的 所以想要加入的国家 要有它的方便性 有它的好处 都一定要经过经济严格的筛选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当初要加入的话就有五条红线 你不能违背这五条红线 第一条 就是国家的财政的赤字 不得可以拘捕三个省 这是第一条红线 你控制你本身的这个债务 这债务 赤字 不要那么多 对对对 然后第二条 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债务 不可以高于GDP的60% 对对对 这是第二条红线 对对对 你也不能超越 第三条 这个国家的长期利率 不能够高于3% 对 这是第三条红线 对 接着还有第四条红线 通过膨胀率是不是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你加入的国家的通过膨胀率 太高也不行 当然 通过膨胀率 inflation这个不行 一定要 这个通过膨胀率不得高于 在欧元区里面 最表现最好的三个国家的平均值 比如它平均值是2 你就不能超过2吧 对对 好 那第五个就是汇率 对对 汇率你一定要遵守 还要符合这个欧元的货币机制 对对 这样来运作 对 你不能说你高兴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你是 大家就是在一个大宅美里面 对对 使用共同的一个货币 使用共同的货币 对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处 大家才想加入 对 可是它的缺点也就出来了 嗯 一些比较不争气的国家 对对对 没错 经济比较不好的国家 人家德国花100块 嗯嗯嗯 德国的百姓花100块 你希腊人 希腊人命连要花100块 德国要69岁才能退休 可是有一些国家 希腊可能他55岁 60岁就可以退休 这一场很大的金融的创新 也是人性的测试 对 最大的性 对对对对 在欧洲这个欧盟里面 使用欧盟区的国家 对对没错 因为人性是贪婪的 对没错 所以是谷且熏师的 不花白不花 对对对对 过大老板在保护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听一个很见解的朋友讲 她说恩 那知道事实上 根据抗贵的问题是一定要经济成长才能够解决的 对对对对 为什么是无解 经济成长就等于 因为你经济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是无解嘛 你没有赚钱嘛 你没有赚钱你怎么去还债呢 没有办法去cover这些债务 第二个他讲的一句很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债还了以后他们的心态一定要改变 就是说吃大锅饭的心态 觉得大家好意勿劳 那当然糟糕了 喜欢享受又不愿意工作 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瓶颈在这边 现在我们请令田老师再来分析一下 欧元的这个创新这个部份 那么刚刚这个邱教授有特别提 在这个五条 为什么要定这个五条 他就是希望每一个成员 每一个这个健康宝宝 都是经济情况良好 他们每一个国家的体质一样 那按照这个欧元支付 蒙黛尔的想法 他认为只要这些所有欧元区的会员国 他的经济财政水准 维持一定的水平 那么欧元这个局势的创举 就能长治久安的下去 这好像以前我们国中 那个能力分班 坦块 那能够把层级 比较好的分在一起 层级比较差的分 为什么要分班 因为因材施教 因为可能他们程度比较好 欧洲大陆所有财政经济良好的区域统一边整 所以只要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可以享受欧元的一个便利性 但是这个利益美好 但是这个世界上往往怎样 不如人愿 为什么 因为建立者忘记了 在欧元这个大宅门里 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印钞机 欧洲央行 但是他却没有统一的预算编列单位 这一点是最重要 财政部 对 你有中央影响 中央影响是在管这个货币供给量 对 可是他没有预算的监督单位 对 那大家 没有钱的乱配一大堆预算来用 那怎么行 所以就是说 没有人去分配各房的 本身的一个 各个国家的一个财政支出 所以在这个大宅门里面 大家都自己 我高兴编多少的预算 就编多少的预算 大家开始花自己想花的钱 那这样子开始 就会露出什么人性的贪婪 就有人开始私下算计 在这种吃大锅饭的心态下 人性的贪婪就开始了 有人就开始透支 有人就开始举债 那么一开始大宅门 因为他底子身后还盖得住 但是最后只包不住火 一场震撼全球的希腊危机 就从此引爆 那其实说穿了用欧元为主的宅院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这个技术原理 其实他就是一场活生生什么人性的试念 就像刚刚邱教授讲的 如果我可以不断的一直花钱 不用付出我竞争力的衰退 不用付出汇率贬值 那我会怎么做呢 我是要顾全大局省市检用 还是我要尽力的去花钱 一直千金 盡情的挥霍呢 大部分人都会选后面 对对对 所以希腊就是民检的一个历史 我们看一下希腊 从过去希腊的财政资质不断的攀高 年年其实都超过GDP的这个10% 在2009年甚至倒到13% 那欧元圈也一直跟他讲 但是讲了讲多少 没有用啊 因为天塌下来 有人在大物顶啊 他顶着啊 对 所以不管怎么花钱 这样的全体的欧元的国家 都会帮他买单 对对对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僵化的 这个欧元的这个制度 是好也是最大的缺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 他的运作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 好 那其实呢 这个大宅门里出现这么吊诡的现象 其实明明已经濒临违约破产边缘 但是希腊呢 却还能享受高率 惠里夫贬值的舒适生活圈 原因在哪里 就是对这个小国而言呢 欧元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保护罩 如果没有一个退场机制 或是一个惩罚机制 那我当然会近期的花钱嘛 所以未来穷人花钱的戏码 会不断的上演 所以如果欧元区没有退场机制 没有处罚机制 我想希腊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戏码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 就是因为希腊死在欧元区的保护下 所以没有办法启动市场机制 去改善目前恶劣的环境 那么我们换一个例子来思考 如果希大是一个货币跟财政政策 完全独立的国家 像丹麦和瑞典 像我们台湾 如果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变差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贬值 我们可以降低利率 但是在希大完全怎么样 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像利率是一种工具 像我们认为希大它本身的什么 这个竞争力 那它就应该要降利率 但是这些在欧元区 刺激投资医院增加消费力道 对不对 那你贬值可以增加出口 对对对 赚取这个金长账的收入 来cover这个逆差 对对 但是在欧元区里的希大 就是做不到 所以整个欧元制度的降化 就像一条大绳子 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市场机制的运行 当太平盛世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一旦出现整个缺口了 整个大宅门的其他成员 就面临了人性的测试 要救不要救 我们看这个老大哥 德国梅克 他自始至终都说要救 要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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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选择不要救不要救 所以我们看德国总理梅克的执政党 每次的选举每次必败 可是紧要的关头 他还是去救希大 等一下我们再来 好 探讨要不要救 好 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好 要不要救 要救的话会养大他的胃口 那当然 那不救也糟糕了 不救后面怎么办呢 还有排队 排队啊 意大利啊 这个西班牙 西班牙 都会发生问题啊 对对对 那这个骨牌效应啊 对对对 这更糟糕啊 对对对对 所以要不要就 这个都是德国安化国 两个考量 第一个成本比较利益的考量 对对对 第二个政策考量 对对对对 你刚才想说百姓都反对啊 德国化国人 百姓都反对 当然反对啊 我这么有钱花一百块 你这么没有钱 你花一百块 对 我怎么会感到不符合人心 对 我们心里不会平衡 可是又有一种选择 就是让他退出市场 让这些发生问题的国家 这样吸引他们 退出这个欧元区域 就是自我了断 可是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到现在为止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还有萨克吉 这个法国都不敢 亲眼说要不救 对 或者说要他们退出欧元区 因为这一讲 就像今天 今天这个证据市场 全世界从美国开始 就是德国的财政部长讲说 我们欧元区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些欧债的问题 我们暂时不谈 在G20不要谈 3号要开会说不要谈 这个糟糕了 崩塌 美国跌了两百多点 亚洲有一片惨绿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能亲眼说 要叫他们自我了断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又是一种 全世界最好 或许会比金融海啸 更严重 更严重 那为什么退出有的专家 像SORUS 他就在G20里面在发言 他说假如这些希腊这些国家 意大利的西班牙 这些国家 发生了国债问题的这些国家 如果能够退出欧元的话 对对对 是不是更有竞争力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学家 马凯教授 他就讲过 希腊的问题 根本就是在欧元 对就是在欧元 所以欧元虽然有危机 可是呢 他还没到挂点的程度 对对对 平临这个危机而已 是不是这样 欧元是一个因 对 欧元才是 才是他这个因所造成的果 所以欧元危机和欧元危机 这是因果关系 没有欧元就没有欧元危机 这样真的 没有欧元危机 他们会自己有财政来处理 对对对 经济不好衰退 就赶快宽松货币 对对 那贬值吧 对不对 增加竞争力 出口的竞争力 对对 然后可以降低利率 增加流动性 增加这个投资力道 对对对 这个就他们会处理 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办法 因为是在大宅门里面 对对 还有在欧元区里面 对对 他没有自主权 货币政策没有自主权 财政政策没有自主权 对 刚才讲过 有那个五个 五条的红线 你不能超越 对对 林老师你再来说明 其实当年 这个欧元成立的支出 就像刚刚邱销售特别提到 其实有两个学派 一个就是欧元支付 增加支持欧元的 那另外一派就是这个 弗里德曼 那弗里德曼他一开始就反对 他为什么反对呢 他认为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政治冲突 很难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统一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 他说这样子的方式 只要有一个国家出问题 就很有可能会引发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那现在以现在这个时点来看 弗里德曼的这个讲法正一步一步的实现 从1999年到现在13年的时间 以这个制度的大省绑住的欧元区正在一丝丝的怎么样 在奔列 因此这个索罗斯 他有提出三个三铁的药方 分别是第一个要先改善银行体系 建立欧洲银行的监管机制 稳住目前恶化的欧洲财政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都担心欧洲的银行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银行把很多的钱都去借给 这些所谓的欧珠希腊这些国家 那万一比方说好了 希腊决定要减债减50%减70% 那么请问欧洲的这些银行 他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倒闭的风险呢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所以这个欧元金融稳定基金 4400亿欧元是不够的 对对对 他们现在要增加到EFSF要增加到两兆 两兆对 那第二个就是发行欧元债券 逐步偿还高额的一个负债 那第三就是建立退场机制 其实很多国内的经济学者都认同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有退场机制 跟处罚的一个机制 只要让这些问题的国家 要自己去面对问题才会痛定失痛 灵活运用各种这个市场的机制 通过货币贬值或降低利率 来改善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财政 自助人才符合人性社会的一个 釜底抽薪之道 所以当时共同市场成立的时候 十二个国家 英国就坚决不加入欧元区 因为它强势后币 我英邦是强势后币 我突然变成弱势后币 我经济又没那么厉害 它又是有一个优越感 对不对 日不落口的一个优越感 怎么能够加入欧元 可是其他德化裔 然后西班牙葡萄牙 然后丹麦爱尔兰都加入 还有比利时 卢森堡都加入 所以最后再加入三国 就是芬兰 奥地利 瑞典 那一共十五个国家 共同市场原先十二个 再变成加住三个 东欧除外了 东欧那十二个国家除外 十二个国家除外 那这中间就有丹麦 瑞典 两次投票 公民投票 这真的是公投 不通过这差一点点 我觉得他们这个老百姓 真的是有眼眷 有眼眷 太厉害了 当初我在想说 为什么这么不合格 两次投票都没有够 对不对 就他们的原因 对 好 我们接下来 再来了解下一段 多数的学者都认为 退场机制这么重要 云老师你再详细讲一下 这退场机制 那么退场机制的建议 其实就是要让不及格的国家 一一的脱离欧元区 自行疗伤 这样子对他们整个经济力 还有贸易能力 甚至产业结构 才能大幅的改善 这样子新欧元才会诞生 所以虽然短期 受到有些国家退场 而影响到欧元汇率的波动 但是长期而言 才能建立共识 只有让那些本身条件 经济条件相当的国家 才能拥有共同的货币 才能享有共同货币 带来成本降低的一个好处 所以刚刚邱教授跟这个 特别有提到目前欧盟跟IMF 积得像乐国的蚂蚁 他们就共同要来出资这个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就是EFS 目前有四千四百亿欧元 但是大家知道根本就是不够的 这四千四百亿 根本不够防堵欧洲的一个什么大洞 那目前 所以ESF 已经延伤要把它提高到辽欧的计划 所以这个需要各个会 十七个会员国 特別是法国跟德国两个国的同意 才能成立这一笔机制 那目前IMF跟这个欧盟 请权力来维系欧洲银行体系资本的稳定 因为这个是让全球投资人 冷汗直流的火山 就是我刚刚讲的 欧洲的银行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 如果发生系统性风险 这个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 会演变成一个什么金融风暴 就像雷曼一样 那么 西纳即将成为欧洲的第一个破口 这是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 透过西纳的问题 让欧洲去重整 更有严谨的省思 其实对西纳 对全球经济的发展 何尝不是好事一桩 所以欧元最后是生机 还是走向末路 全球都在等待 事实上要解决欧元区的问题 对 只有一个 就是经济要成长 对 但是德国经济换款 你看他的这个数据 整个欧元区 GDP的成长只有0.2 那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是0.8 结果现在第二季就变成0.2 一直衰退 德国也是一样 衰退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赚钱 那你怎么去还债呢 对 德国也是一样 德国经济成长的第二季是0.15 第一季还有一.5 而德国是一个出口的大国 他出口的货品主要是在中国 还有英国 还有美国 可是这几个国家 现在的经济成长率也慢慢地走下坡 走下坡 都在那儿牵动 对 对不对 还有华国更糟糕 第二季林成長 那林成長的話一點收入都沒有 那你說你第一季0.9 第二季林成長 你怎麼來支援這個 歐元區的這個債務 自己都自身燃保 你不是要過何自身燃保 我怎麼還有能力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嚴格講起來就是 歐元今天是一個 所有歐債的一個因 很大的一個因 所以這個未來怎麼樣 剛才你所講的 要經過一段的試練 才會曉得 沒有偉大在這裡 不過我們還是想要建立退場機制 這個滿重要 一定要建立起來 謝謝各位同學今天的收看 謝謝 宇宙浩瀚知識無窮 華社教育文化不高 好